嗨大家好我是尚饭 这期聊一聊一个人普通一个职业格斗对吧 一个职业选手到底能不能打过10个普通人 首先我们得把这个概念好好规划一下 什么要打过10个对吧 怎么定义这10个人是一个一个上还是一起上 现在标准必须得是一起上对吧 如果一个一个上 如果一个正常的专业选手来说对吧 专业搏击格斗选手来说 可以打到自己类几乎一下一个 这个东西不夸张 大家不要小看职业选手和这个业余选手的差距 和普通人的差距非常大 我之前的有一次啊 和影剧就是因为这些冲突 我当时是三个人啊 两个普通人 那个说普通人可能有点过分了 为啥呢 因为那个人身高1米9多啊 体重不到300.289 是一个很有劲的啊 就是非常大 而且一个很高很榜的人 我当时的身高大概就是 就还是这样1米66左右啊 1米66体重呢 当时189 17840 180左右 189吧 189十几 在这么一个状态下 那两个普通人 我对付他们仅用了大概10秒钟 10几秒钟吧 他们是三个一起上的啊 但我自己单打这一个大个人 就用了很长时间啊 当然可能有些人说我水平不行 但是不好意思 我水平不行 我也是职业选手 对吧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辩论 还有就是一般的职业选手和顶尖 职业选手区别在哪里啊 可以说 比如说 齐马耶夫 大家都知道 他非常牛逼 对吧 我想都不用想 我肯定是打不过他 但是 对吧 在特定情况下 如果他不进行反抗的情况下 我敢说 我的甩 对吧 在水泥路面上 一下他也起不来 这就是差距 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差距 我打打不过他 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我把他摔倒之后 他也起不来 包括打拳也一样 对吧 你可能说这个级别的顶尖选手站在那 对吧 你可能你让他跟最次的一个职业选手去打 你会发现职业选手可能连昏守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职业选手一个正拳 如果一个重拳啊 准准的打在这个顶尖职业选手的脸上 或者是要害部位 也能将这个职业选手提到 这就是最顶尖选手和最差选手的一个区别啊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遥不可及的东西 你想都不用想对吧 职业选手的拳都很脚 你普通人根本就挺不住 但是能不能打过十个人呢 我是认为打不过的啊 当然有前提 就是不要说什么打倒一个别人不敢上了 我说是十个人一起上 换句话说 比如这十个人 你们一起去打他一个人 对吧 打赢了一人二十万 打不赢一人高兜率逃五万 这种啊 不拿东西 只是说徒手波及 能不能打过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运动员 大概率会被打得很惨 有些人说呢 那职运动员都不 一拳一个 一脚一个 大家只不知道 李小龙只能有个数据啊 好像说一秒钟能打出八拳 对吧 什么你每拳 什么二百二十几公斤 还啥力量 你就记不住了啊 但是这个数据 大家挺一挺就行了 那你可否认为 李小龙在一秒钟之内 也能打到八个人呢 我儿子都知道不可能的事 对吧 数据中规就是数据 在实战当中 当然了 十个人里边 必须都有牺牲者 什么叫牺牲者呢 就是牵头上这两个 肯定是破灰 定死了 如果上哪里 把成刀刀刃 筋奏的 可能能扛一下 对吧 就未来可能倒了之后 对吧 你还能起来 如果体格不好 就肯定就直接倒了 但是你知道啊 任何运动员 对吧 和我们普通人的标准都一样 俩额巴 俩腿 就这么四样东西 对吧 两个人到三个人上去先吸引第一个人火力 然后那七个人一起上去给他围着用脸 不说别的 抱腿 两个人抱腿 两个人抱胳 一个人抱咬 这个人就死了 这个职业牵手 他就没有还手的机会了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东西 就叠罗汉的游戏啊 以前我这时候都曾经尝试过 闹着玩的时候 我被别人放倒了 知道不 然后你身上开始压人 大家明白什么压人吗 叠罗汉身上当压人的时候 我已经喘不上来气的 我已经喘不上来气的 不用打 就是你趴在底下 你身上趴一个人 一个一个往上趴 我跟你说 当趴在十个人的时候 最底下人能被压死 不用打你 压都把你压死了 这个东西你不信你谁 你可以试一试试 你身上趴了五六个人的枪上 不用打你 压都给你压死了 你别说什么直不直线 没有用 你人类骨骼的承受能力 是几乎有限的 你不可能说的 对吧 你身上压了一千人 没事 那全扯淡的 反正这个东西我试过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有可能了 换句话说 我本身是来柔道出审的 可能在一打十方面 其实不如拳击拳手 对吧 因为拳击拳手一对多 能力比较强 但你要知道 面对围柔的时候 并不代表说 每个人都给你站在拼拳 对吧 就像我说上去搂抱 普通人不会打 不会抱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 说实话 面对被残暴的时候 即便很多人 柔道选手 也比拳击一练 这种自由搏击选手 柔油是很多 同样被抱住腿 我的处理能力 一定比他们更好 大家要知道 直接拳手 对吧 每一拳的力量 是通过脚 脚 对吧 省个身体一套流程 才能打出很强的爆发力 当你限制住他行动的时候 他的拳头的力量会大大的下降 会大大的下降 如果这些人一些这种事 把他的身体和身体控制住 放倒往上压 他就完事了 不要想的什么什么 边退边打 跟你围到一起 你退都没有地方退 你也不存在拉扯 这一说 对吧 确实普通人 可能普通人的拳脚 对一个职业运动员 构成不了多大伤害 但是不代表构成不了伤害 这个大家要明白 不是打他他也疼 只是这种疼 他能忍受得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 你再牛逼的职业运动员 你也不能说站在那里 一样当杀包大 对吧 而且你要知道 你职业运动员 筋哪 哪筋哪呢 对吧 你的可能胳膊腿 你包括我们这种 要害部分 对吧 比如这个位置 或者大腿外出 什么筋打 但是你的鼻掌骨筋打 你的眼睛筋打 对不对 一顿眼泡下来 一样也没骨给你打开 一样给你打个铁来开花 人职业运动员是能打 他能打的是啥 那是肌肉各个方面能打 但是不代表鼻子也能打 对吧 他的牙也不比普通人解释 你一天冒下来的牙 他牙也能给他打掉 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职业选手确实牛逼 现在绝大部分 如果是10个人 没有正常来说 打世界最顶尖的一种职业选手 其实不一定能打过 但我没说有前提 那就是包括我之前所定书 边打边退 再加拉扯 再加威慑 是可以打过的 但是如果这10个人 真正能做到一起上 就打你一个人的情况下 99%的人可能都打不过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存在意外 对吧 什么叫意外呢 那就比如说 那有俩人对吧 你说这玩意人这个东西 人多什么事都有 那意外可能处内 我就见过一个 以前有个小学弟 就是上去比赛 在底下热身的就是脚脖子崴的 没比赛 你自己先投降的 对吧 那这个东西都是意外发生的 换句话说 职业选手也会出现这种意外 我之前视频里也提过 即便职业选手 他在裸拳打人的时候 他自己的手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莉莉这种是相互的 可能很专属 就扯得职业选手一拳 打到你身上自己还能受伤吗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身边有很多 类拳的高手 职业选手 你们可以问一问他 我说这个话 我要话说的话 是不是 无共生有 存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我跟你说 一定是存在的 对吧 一定是存在的 所以说 说到现在为止 如果你还认为 对吧 说一个人 在我说这些特定情况 就是十个人 真正的威胁上 还能打过的 那我只能说 其实我也没有啥可说 对吧 真的 我就 因为你会发现 对着这些人说这种 你会发现是没有意义的 总会有人说 对吧 什么李尔那样 怎么怎么地的 别说李尔那样 齐马耶夫 打李尔那样怎么打的 大家说吧 我不想埋他说 李尔那样如何 他很有秀 对吧 但是这玩意就怕比 一比伤害就出来了 就齐马耶夫过来 他也一样也怕一样 对吧 当然了 我说这些特定条件 就是十个人 真正意的威胁 换句话说 齐马耶夫再有劲 他那一堆一块 往那摆着呢 我不相信一个成年 一百四五十斤的人 两个胳膊 抱不住他一条腿 对吧 当然了 你可能单独抱腿 一条腿 你是抱不住的 但是两条腿 都有人抱住的时候 他的身体条件 对吧 他的动作幅度 远远都受到 限制的情况下 你认为他还能争取感吗 或者说 如果一个普通人 连一个职业员手 这么多人 连一个职业员手 抱都抱不住的情况下 那我感觉 你说这些人 可能不是普通人 这些人是残疾人 残疾壮年男人 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通过这事 也就是说 我说一个人 可能面对十个人的时候 都很难去处理 对吧 而且是裸权状态下 空手 那咱说酒店这个事 对吧 唐三女孩被打这个事 对不对呢 当然了 我说这种 他们死个未必能全上 但是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最坏的结果 最坏的结果 就是九个人 大家有事 一起向你冲过来 你能不能扛住 你能扛住 那你就绑 对吧 你就打 但我想 90%的人是扛不住的 对吧 肯定会有那么1% 但是这1% 这1%的人 对吧 那可能是各种巧合 加在一起 他才可能做到这个 这个时候 我还不提这个 打人的人 对吧 他们的背景多少 或者是他们是否下死手 就单纯说 这九个拿武器的人 去打你一个裸权的 空手的职业犬手 别说往死了打 就给你揍倒就完事了 点到为止 你都不一定能打 更别说了 如果是这种恶徒 暴徒 王十大 后来我大家自己想吧 我以后 您看 我以后 给你买帐 打出了